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这个星期我们介绍俄罗斯帝国 波斯帝国 苏丹土耳其那边的王国 这个星期我们来到星期四 介绍一下真是古国 古埃及 上次星期一看到SAMMY的时候 我们了解到原来有些牌有特别版和普通版 这副就很清楚了 因为你们看一看 它那张帖子写得很清楚 这里前面写着法老王 后面的帖子也印到法老王 但你看到我这副和另外那副最大分别是什么 就不是你镜头反光 而在这边真的印了金油 所以这里也写着 Limited edition Foil Case 即是说这个盒是特别版 零射金的 对 副牌是一样的 很多人存牌是存盒的 是的 我又买了这副又是 又是不捨得开 但你看看真的可以比较一下 那个法老王的人头 这边是雅色的 是的 这边呢 金黄色的 金黄色的 而且它的产量也不同 这个是全球限量2500负 而这个是全球限量1000负 哦 那这副就起码珍贵一倍 是的 好 那我们开这副吧 好 这副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就是在于它设计那间公司 特别喜欢一些神神化化的东西 是的 其实设计师他特别喜欢 是吧 是的 看看 还有一张 这么厉害的 你喜欢一些神像神画的东西 譬如这边是斯新人面像 这个就是埃及的女神 是的 那两只Joker也看了 好 再等你介绍 好 这个呢 其实呢 葵线烟 它都是用一个埃及的壁画上面 一些符号 一些图像去印刷 是的 而且呢 它的草图呢 其实它是画在一张草纸上面 哦 即是埃及那些文献 是的 它还没弄这张啤牌之前 其实它是画在草图上 很粗糙的那只子 是的 另外呢 它每一只葵线都用上神像的图 其实你不能处理它做葵线 就是葵线形状的物体 每一只都是 这个我们一路挑挑挑 看到它十只的话 其实挺有趣的 好了 Cord Card 好啊 估计都应该是有些古怪的 一定有古怪 嘿 嘿 那它Jack是什么呢 其实Jack呢 它是用到埃及古士的斗士 是的 因为古士的斗士也是他们的武器 嗯 是的 奴隸 是的 好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 Queen 埃及妖侯 是的 其实是埃及女的法佬 其实男女都是叫法佬的 都是国王的 OK 好了 这个就是King 法佬王 好了 葵线就是这样 佳尊我觉得真的有心事 佳尊用了金字塔 是的 有一半是壁画 是的 你看到它真的 因为很多人都说金字塔下面有个反金字塔 是的 所以你看到它每一只牌 其实都是这样砌了佳尊 其实一半是金字塔 一半是藏进去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九个金字塔放在一起 挺有趣的 好了 又来Jack King 这个也是像冰士 拿着武器 是的 它是一些权杖的武器 它可能是一些魔法师 这个真的像埃及妖侯 我们看清埃及妖侯的那个帽子也是这样 通常都是这样 是的 这个不像皇帝了吧 这个不是他们的神 是的 你看到另外这个就是法佬王 法佬王 还有法佬王拿着那个权杖 就是梅花牌 是的 是他们的姓物 好了 这个queen 又是女法佬 这个就像斗士 一看就知道它是用什么武器 用弓箭 是的 是那时候埃及的弓箭手 好 最后我们看看熊心 熊心 这个又是神 这个是埃及的太阳神 另外一副牌设计 甚至说那些神画都有用到这个神像 遲些可能会再介绍 好了 皇后 皇后 这个就拿着一个类似斧头的武器 心的设计 就用了这个RAR的神 是的 藏了一只眼在里面 就像壁画那样 好了 刚才我想问 Sammy忍住 没有问一件事 先讲解一下 即是先 心 都是壁画 很漂亮 我刚才想问你 每只牌有特别牌 其中一副就是广告牌 廣告牌 elite 另外这只呢 你看到 这边就是背面的图案 另外这边呢 是白树树的 白牌 是的 那这只白牌是怎样用的呢 应该是平时的 其实有什么用呢 其实 试发一下 整副屁牌 因为如果我们拿走这只屁牌的时候 我们这样撥的时候 你会发觉 如果是小一点的字 会撥到一些图案出来 是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 你会发觉 只是显示到少少 但是如果你转转 转转搏的时候 你会看到任何的字 好像全白 全白 变走那些字 没错 你今天表演了一个戏法 我都带了一副私火的东西 真的没得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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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mmy Playing Cards Mummy Mummy 就是穆乃伊 配牌 有两副 是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那时候我去参观的时候买的 那这副牌是怎样的呢 这副牌真的是 旧牌了 准备开了 揭开穆乃伊的时间 不会有层眼的 到了 穆乃伊要揭出 你都没见过 没见过 好 那你和观众一起看看 哇 这副二十几年都还没开过 在比利是製造的 真的是用木买伊的 这个是真的木买伊的棺材 是 真的太旧了 所以已经是 在比利是製造的 这副牌太旧了 但是这副我二十几年都没开 这副牌是二十几年 另外这边我忍不住也开了一副 这副特别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如果你留意一下 它特别的地方是它背面 嗯 那这个呢 是正面 就是正面 所以你每一只牌 其实是刚刚一叻的 就可以吸回棺木了 是的 就可以吸回棺木了 而且每一只背面的颜色 都是不同的 那大家也研究一下 这副呢 我们揭开来看看 这个Joker 就是一个古怪的神像 里面是壁画 另外它有详细解释 这副牌是怎么来 刚才我们见过那些希联王 他也有壁画的希联王 画出来的 嗯 但是画风就不同 刚才 是的 Queen 这次它的Jack又不同 又是他们的神 另外那些19876 我就觉得这副的设计比他高明 他就纯粹画了一个东西 然后将10只胃线就这样放进去 但是你看到它也是用了金色油 其实都是一些欧洲製作的牌 你摸上手 就应该很难fan的 我想 fan不了 是 但是就是绝绝的 是的 绝绝的 哇 你真的可以撲的 是的 这个都可以 其实都可以这样fan开 是的 所以这副就是古董牌 其实你就不用看很多只 因为它葵少龙心梅花街砖 都是那种玩法 你看到烟就很好笑的 金字头下面有一棵树 还要是椰树 综树 综树 接着它其实KingLogic的设计 都是一样的 是的 有些古埃及的服飾 只是转了颜色 其实反而设计上就没什么特别 就是纯粹靠那个dye cut 就是cut的形状出来 就玩那条招 所以你看到二十多年前就用这条招 今时今日就用这条招 一样玩到 是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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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